七月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相传最早是祭祖 祭祀总先 后来随着佛跟道的习惯 讲究的引入 干脆一起过 这是七月十四 本来 因为二七十四 这个七是一个周期 我们反复强调 后来就是 七月十五 这一天鬼门关打开 下面的人都出来放风 当然也有说就这一天 然后就关上了 有说前半个月有后半个月 反正就引力这七月 很多奇怪的事就怪 你可能不知道 你说又在胡说了 但还有这种经历的人 你身边有的话 平时是正常的 但是这种事情讲出来 让人匪夷 因为看不见了 但是他能看 体质敏感的一些 尤其 老弱病残 小孩子 养好旺 弱的人 女人 多 还有体质敏感的一些 这个日子 为什么大概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说这个 节气 地球 到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刚好填地 分成一半 阴气 阴气见掌 这是一个门户 可以掐指诀 这个时间 在这个位置 人们 鬼户 我们 不管信不信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你怎么说都没用 反正你看不到 证明不了他的存在 也证明不了他的不存在 所以说 红老先生说 尽鬼神而远之足矣 哪怕你有意外 碰到他们 也再三地 祷告 自然会 都是讲道理 都是符合大道 不管在哪 那这一天呢 我们可能 放河灯啊 说是 为他们引路 所谓的这个 古魂 还有这些 野怪 佛为什么叫 鱼兰盆呢 首先是个盆 这个盆 当然是一个器皿 干什么用的呢 以前可能比较实在 就拿这个 吃东西 摆供火 那个鱼兰 是救死 倒挂的意思 就是 倒过来 你想一个人倒过来 他都难受 就是救死物 这种倒过来的人 他相传是一个 佛子之一 有了神通 很癫癫她的母亲 然后 一看 在那边 地下很多 很痛苦 于是用她的法力 幻化出食物 让她 吃 但是她母亲 非常的贪婪 还是 依然怕身边的人 抢 依然是那种比拎 那样的 本身就罪孽深重 到嘴边就换成火 于是要有师方的 发力 助食 才能 帮她吃上这口 才能 助她解脱 于是就 各种的努力之下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一天就作为一个榜样的紀念 道尾 同样的 这个道尾 然后 说 我们 祭祀的意义 就是 第一 以 阴带阳 就是 名义上 祭祀实际上 给 洋人看 让你好的一个家风的传承 比如说 扫墓的时候 带着孩子 我们 祷告的时候 所 先人的一些 好的 东西 留下来 始终念念不忘 只记得好的 然后 第二 就是 沉淀自我 进化自己的这个思想 同时 自然跟你们就有感应 当然